去年有三年一屆 所以其實台灣在轉運跟出現這方面最短還OK 比如說內地產業這些中小企業 其實不像國際國家探索這麼高招 等於每個地區慢慢到下單一趟 尤其是台灣現在開始到三八四 所以是可能把公民確實要取消 我們看到中央內地區跟歐美 其實就是特地要做公選的一個政策 所以大家開始的評估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口 他們要把眼光移到所謂的政策跟轉型 但如果說到政策跟轉型的話 台灣確實是看到其他法律 所謂什麼去做 在政策跟轉型方面 我們看到中央內地區的口號 在現狀樣期中 我覺得在政策上面 有可能要一些具體的措施 怎麼來做到所有的企業跟政策的合作 針對特殊的產業 以及進行合作 而不是別的口號 所以在政策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著更重要是轉型 因為大家都同意 疫情之後 其實整個世界會發展很大 首先呢 全球化的能力不互換 不要有所謂的第一名時代 也不會有回來 我們可能明明是一個高峰 這很大的時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都不然是有所謂的產業轉型的一些方法 你去說 我們看到韓國 還有所謂的大陸的計劃 甚至由政府帶來 怎麼去全世界的消耗一次 甚至讓美國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大陸的安全法 甚至經濟的保護法 歐盟也是這樣做 還有新創新的 甚至有的能力做辦法 那臺灣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政府也應該好好的 不管是會有哪些地方的整合 也當臺灣在政策跟轉型 他們可能會有更好的方向 我覺得在2022年 最佳四月的今天 確實能夠的關鍵點 政府在政策跟轉型商業 如果能夠當年 能讓幾乎幾乎幾乎的方法 我們可以 愛疫情 通常天 我們可以看到 登記